大家好,这里是小千讲故事,喜欢小千故事的朋友就点个订阅吧,您的点赞和订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 故事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,郑州有个名叫杜若飞的书生,这日他在书院请了假,满心喜悦得急匆匆往家里赶,眼尽天色渐晚,为了尽早到家。 他踏上了一条平日少有人走的劲道,月亮被乌云遮住了大半,杜若飞看不清前路,只能试探着往前走。 突然,他脚下一半,扑通一声摔倒在地,杜若飞痛呼出声,他撑着地面想要站起身,却意外摸到了一个硬东西。 这时,乌云恰好散开,明亮的浴光洒向地面,杜若飞惊恐地发现,他手下竟是一根人的植骨。 一具荒尸横在杜若飞面前的小鹿上,荒尸腐朽不堪,几乎只剩下了一具白骨。 从身上的衣着可以看出,这应该是个女人,而扳倒杜若飞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他。 杜若飞对着荒尸连连告罪,他是个温良的性子,见荒尸扑尸荒野,心中顿声怜悯。 他将荒尸安葬,又掏出干粮,在坟前祭拜了一番,随后便离开了。 杜若飞到家时,已将近此时,他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,很快便进入了梦乡。 不知睡了多久,他突然被一阵吹吹打打的声音吵醒。 睁眼一看,门外人影闯闯,开门一瞧,吹打声消失了。 人影也不见了,四只一人多高的白老鼠身穿红袍,抬着一顶红轿子,递在他的房间前。 见杜若飞开门,一只白老鼠走到他面前,醒了一礼。 开口道,新郎官快上轿。 新娘在等你说吧,不等杜若飞发问。 两只老鼠架着他,将他塞进了花椒。 随后,吹吹打打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 杜若飞迷迷糊糊地逞着花椒,倒了一出喜堂。 在众人的簇拥下,杜若飞和一个披着盖头的女子拜了天地。 待进到洞房后,他猛然清醒。 姑娘,你是何人?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杜若飞促眉,向新娘问道。 相公,你先掀开我的盖头,我才好与你说话,新娘娇声回道。 婚言,杜若飞轻轻掀开新娘的盖头,看到了一个沉鱼落雁,顾盼身会的大美人。 美人冲杜若飞微微一笑,屋子里因他这小,仿佛亮烫了不少。 杜若飞满脸通红地低下了头,他连连后退几步。 说道,姑娘,你莫要再笑了,这是怎么回事? 我不美吗?你为什么不多看看我? 新娘凑近杜若飞,在他耳边喝气如懒,杜若飞见状联盟躲开。 姑娘,我家中已有未婚妻,我此次特意向书院请假回家,就是为了筹备我和未婚妻的婚礼。 你莫要再捉弄我了,这样啊,新娘的脸色陡然阴沉。 刚刚,老鼠接你过来,想必你已经猜出来了。 我不释然说着,新娘变成了一个轻面獠牙的厉鬼。 屋中阴风呼啸,火烛不停呼闪,仿佛下一刻就会熄灭。 新娘猛地冲到杜若飞面前,掐住她的脖子说道, 我可不管你有没有未婚妻,若是你不愿娶我,那我就掐死你杜若飞目光坚定地和新娘对视。 口中道,君子信守承诺,就算是死,我也不会抛弃未婚妻,并娶妻子,她话音刚落。 屋中的阴风停了下来,新娘也恢复了娇美的容貌,她正正地看着杜若飞,目光幽远,仿佛在透过她看向其他人。 若是我的情郎也和你一样,那该多好,新娘叹了一口气,说道,我就是被你埋葬的那句荒诗。 我感激你将我安葬,本想与你相好一番,以此报答你的安情,说着,新娘跪在了杜若飞面前,通过刚刚的试探,我发现你是一个真正的君子,小女子有仇怨在身,求你帮我报仇。 杜若飞闻言吃了一惊,忙将新娘扶起,询问她有何仇怨。 新娘哽咽着将她身上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,新娘名叫秀军,生前是富家独女,她父母早逝给她留下了一笔庞大的遗产,许多男子基于她的家产,同时垂涎她的美色。 灯文向她提亲,秀军看他们心怀不轨,言辞拒绝了那些亲事,渐渐地,秀军变成了一个老姑娘。 她心中焦急,于是去月老庙求姻缘,在那里,她遇到了一个名叫姬浩阳的书生。 姬浩阳风度翩翩,温文尔雅,秀军与她相谈甚欢。 此后,两人经常相遇出游,在相处过程中。 秀军越发觉得,姬浩阳是个难得的好男人,于是,她带着全部的身家嫁给了姬浩阳。 姬浩阳从一开始就在骗我,她早有心爱之人,却为了我的家产接近我,与我成婚。 婚后没过多久,我便发现她与她的心上人死毁,我愤怒不已,要与她获利。 不料她竟抱起,将我杀死,还将我的尸身扔在了荒郊椰顶听完这番经过。 杜若飞愤怒不已,她向秀军承诺,说定会为她报仇血恨。 秀军再三向杜若飞道谢,说道,你醒来后,枕头跑会有一封叙述,你可以将它作为证据交到衙门书吧。 秀军伸手推着杜若飞一把,杜若飞浑身一震,猛地瞪大眼睛。 这时她发现,她正躺在床上,扭头一看,外面的天色已经大亮。 杜若飞带着那封血书到了衙门,专告姬浩阳谋财害命。 随后,她又领着捕快到了秀军的埋谷地,亲手挖出了秀军的尸山。 衙门见证据确凿,便将姬浩阳抓到衙门问话。 姬浩阳无可抵赖,只得伏法认罪。 衙门将她收入大牢,以待秋后问斩。 可姬浩阳在进到大牢的当晚便疯了。 她不停朝空地磕头,说她错了。 求秀军放过她。 第二日一早,人们发现姬浩阳死在了大牢。 武座前来掩尸,说她是被活活吓死的。 按照秀军在叙书上的嘱托,衙门将她的全部家产交给了杜若飞。 杜若飞用这些钱将秀军好生下葬。 随后又以秀军的名义捐钱修路。 兴建学堂,以此为秀军积攒功德,让她下辈子能投生到一个好人家。 后来,杜若飞和未婚妻如鱼完婚。 婚后,夫妻俩相近如鞭。 绝案其美,日子过得十分美满。 本期故事结束了。 喜欢小千故事的朋友就点个订阅吧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